Hello,大家好,我是Rosa,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2020下半年Project Pen的视频,也就是铁皮计划 我挑选出了15个产品,其中的某个产品达到了我所定的目标的话 我会roll in另外一个产品 这15个产品相当于是我今年需要给自己加把油完成的东西 今年其实2020是我的no by ear 就相当于我的彩妆品,我是一个都不能买 一定要把我手上的用完,或者是用到一定程度 我觉得那何乐而不为,为什么我就不做一个Project Pen呢? 这个视频里面挑出的这15个产品呢,其实也是我觉得我很喜欢的 我会尽量天天去用,就我希望可以在今年看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些成果 如果你对铁皮计划有感兴趣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每两个月update大家一次我的进展 如果你感兴趣我选了什么产品,订了什么目标的话 那就继续往下看吧 第一个产品我选的是这个By Beauty的口红 它的色号是Sweet Cream 好像最近By Beauty已经改版了,所以它这个是旧的包装 这个口红用到了大概它有一个B字 有一个B字的这个上面 我选择这个口红的原因是其实By Beauty它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产品都是可以吃的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保质期可能没有像别的口红一样那么长时间 但是我有它大概已经有两年,一年半到两年期间也没有任何变质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尽量要多用它一些 所以我把它放到这个Project 我希望今年可以把它用完 它的Formula其实我没有特别喜欢 因为它很黏 我今天涂的也是这个色号 就很粉嫩玫瑰色系的一个口红 其实颜色我还挺喜欢,夏天的时候我可以多用过有一些 第二个产品我选的也是一个唇部产品 是这个Kavondi的Double Dare 我买它的原因也是因为有很多人推荐 我有它应该也有两年了 我用的其实也很多 但是我觉得Liquid Lipstick真的很难用完 虽然我可以在旁边看到它已经有那种就是空的迹象 但是每次拿出来的时候它的还是能沾到很多product 所以我不知道我这个还要用多久 我希望放到这个Project Pen 因为我想今年一定想把它用完 第三个产品我选的是一个蜜粉 是这个Maybelline的Fit Me Loose Powder 我真的还挺喜欢它的 它是属于那种控油力和遮盖性都非常好的一款产品 它现在我大概还剩个三分之一的样子吧 其实蜜粉在我这里还挺难被用完的 因为我不会喜欢做多美我主喜欢做的那种Bag 然后扫掉蜜粉的那种行为 我只是说会在脸上扫一层 然后有一种柔胶的效果在里面 我觉得我夏天会非常喜欢用这个产品 下次可以看一下这个线到哪里 第四个产品我挑的是Becca送的一个小样 高光是OPPO这个色号 我前两天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 想说把它弄进来 然后目标是把它用到铁皮 但是没有想到我昨天用它的时候 它就猝不及防的铁皮了 那放进来的话那就不要浪费 所以我现在的目标是把它的铁皮扩大 就高光在我这里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难用完的 只需要一点点 然后特定的地方又不是全脸的 所以我希望多用这个高光 下次可以看到更大的铁皮 今天脸上的这个妆呢 高光还有个眼皮上的打亮都是用的这一款 对于我的肤色来说它是偏深了 高光来说的话 但是它多用性很强 眼影或者说眼头打亮 或者说是偶尔扫一下 夏天用这个高光我觉得还非常不错的 第五个产品我选的也是一款高光 但是是比较淡雅型 是这个Benefit的Soft Focus Highlighter 喜欢去Sephora买东西的同学们也都不会陌生 这个好像我记得是两三年前我去Sephora用100分换的 但是里面超多 我这个感觉已经用了一半了 如果就弄回去的话 你会发现它已经很深了 但是还有这么多 而且高光产品真的很难用完 像这种高壮的高光 我就更不容易去用它了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今年多用它一点 然后我现在的标识是 就全部转出来的话 是大概有这么多 我之前有看皮皮计划的博主 会用它来做全脸的打底 或这样的话会用的快一些 我可能会做的 但是我觉得夏天毕竟都已经那么油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能到底用完它多少 但是我希望今年到年底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product用完 然后把它扔掉 因为它真的很久 第六个产品我选的是一个骨头 也是一个小样 它是Bear Mineral Work色号的骨头 也是好像Sephora换什么分 然后里面那个套装送的 其实我选它原因是因为我还真的挺喜欢它的 它比较好携带 然后用了一些 然后有一些些坑 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出来 我今年的目标是把它用到铁皮 只要用到铁皮就可以了 骨头对我来说还算是简单一些些 就比腮红和高光会简单一些 因为它的涂的面积会大一些 下次可以看一下有什么进展 第七个产品 我选的是一个面部打底 primer 是这个Oli Herrickson的Banana Bright Face Primer 其实我现在在用的开封的primer有很多 所以我希望整一个可以让自己比较专注去用的产品 如果说把它一直挤的话 它现在大概是可以弯到这个程度 所以我在这里写了一个标识 它的packaging没有办法透光 看不到里面到底用了多少 所以就只能这样子熬一下看一下 这个产品在我这里属于那种无功无过的 皮肤状况要比较稳定的时候 不会太干不会太油 不是会用它 所以期望能尽快用完它 第八个产品我觉得是一个BB霜 是这款Misha的BB霜 我真的超喜欢Misha的这个 这个BB霜我的色号是23 我其实在会化妆之后就一直在用BB霜 我好像是在一年前才开始用粉底 这个在我身上就是一个粉底的效果 因为它的遮瑕力真的很好 我今天脸上的也是这款BB霜 但是它在我这里唯一一个问题就是我越用会觉得它越发灰色 它的底调有点点偏灰 其实我今年本来二月份是打算回国的 然后我有一个囤货想在回国的时候带给我表妹 这样我就可以用我别的产品了 但是因为今年可能都回不了国了 所以我希望可以尽快把我开了风的这个用完 然后开始用我的囤货 下一个产品是一个梅布的产品 是这个Anastasia Brow Powder Duo 它里面打开来是一个深棕色 还有一个是浅棕色 我选它因为觉得它好像已经被我用的还挺多的了 比较motivated 目标是把它用到甜品 下一个产品我选的也是一个唇部产品 Fenty Beauty的Fenty Glow 一开始的那个颜色好 这个产品我其实一直都没有非常喜欢它 我觉得它有点过于粘 如果不小心吃到它的话 还挺我觉得挺难吃的 挺黏腻的一个味道 就很多博主欧美博主都很喜欢这款产品 所以我就不明所以 今年的时候在家里冢天的时候嘴巴情况不太好 我就放在我的电脑旁边 所以我是不是拿过来用它就用到比较多的眼盘 剩大概三分之一多一些的样子 然后我现在上唇也是它非常的闪亮 真的很美 但是我个人涂它的感觉就没有特别好 所以我希望可以说把它用完 然后也不要浪费它 毕竟用了它那么多 希望可以看到它用完的那一天 第十一个产品我挑选的也是一个唇部的 我觉得因为我的口红还有唇部产品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把很多唇部产品回选到这个project里面 希望今天可以把它用完 这个产品是YSL的金管 色号是45号 所以你看这外面的pack 你也知道它就是属于那种 芭比眉红色 这个是我大概三年前买的吧 三年前买的时候觉得 哇好亮 涂上之后觉得非常有精神 很有活力的感觉 但现在看到这个颜色 真的不知道自己脑子是不是修动 我也就用到还剩这么一点 所以我希望赶紧可以把它用完 它的质地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润的 但是我这个颜色已经越来越不喜欢把它涂到外面 就出门了 所以我就会在家里当唇膏用 相当于是这个product希望可以下次的时候 看它用完 下一个产品也是YSL的 Blur Primer 也是一个primer产品 我primer也挺多的 希望在这个project里面可以帮助我 它是一个透明的 所以可以完全看到里面用了多少 但是它上面有一块截着 就是没有跟它一起往下降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用得到 现在这个情况我就在中间点大概画了一下 大概是这个位置 所以我现在用了一半的样子 这个是我一个朋友回国 他不要 然后我就说那我就用吧 所以我不知道它有了多久 我希望今年可以把它用完的话 就不会让它在我collection里面待太久 过期什么之类的 现在看起来还是不错 它上脸是属于那种比较硅胶感重一些的 它对于抚平毛孔啊 还有一些texture的话 这个primer还是挺喜欢的 还有一些金闪可以提亮气色的那种 今天我用的也是这个primer 希望下次给大家update的时候 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显著的用量 第13个product我选的是一个粉饼 是这个makeup forever的foundation 我的色号是R250 里面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已经用到铁皮了 但是我今年给自己的目标是想把它用完 在我这里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妆神器 我是会带它出门 再放到包里 然后中午或者说是下午的时候 给自己做一些touch up 它的遮瑕力也特别好 所以如果说那天痘痘 遮到后面有一些暴露的话 我会再tap一点粉 但是因为今年都在家里上班 所以它就没有被我带出去 我去年用成这个样子 今年也就是这样子 把它放进来 希望今年可以多用它 最后两个产品 一个是Urban Decay的这个 24-7 Glide On Eye Pencil 这个的颜色是Demolition 是这个深棕色 就它是我唯一一个eye pencil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比较好用完它 但是毕竟化妆的时间没有说特别多 而且我有时候化妆都不太画眼线了 只有上镜的时候才会去画眼线 所以我希望放在这个product里面 可以多出我去用它 最后一个产品也是一个唇部的口红 这个NARS的Dolce Vita这个色号 我感觉可能很多人都不会对它陌生吧 干燥玫瑰色的口红 其实我这一根已经被我用了很多了 跟它一个套装买另外一根就是大概有这么长 大概削了两三次吧 它这个颜色真的非常的日常 所以我这个嘴巴的就是唇线周围今天我用的是这个颜色 关于颜色还有质地上来说我觉得用它并不难 然后我放在这个project里面可以希望多用它 然后这个小枝妆用完之后我还有一个大枝的可以开始用 那这个颜色真的超级百搭 超级仙女日常上班都非常适合的一个提气色的颜色 好啦这就是我挑出的15个project pen的产品 如果你有什么最近在目标用完的产品 也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希望现在在看的你也可以有一些灵感 或动力去完成你手上的一些产品 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咯 下次再见 拜拜